我們今天主持做的 荷葉紅梨飯 辣味飯對不對 果然是不同凡響對不對 是 賢藝老師如何呢 趕快拜師學藝 香噴噴 不過有好香你知道嗎 對 我覺得光是聞那個 荷葉香就飽了 真的 對啊 很香 就這樣蒸進去很入味 除了有梨麥的 剛剛我們有稍微吃了一下 就是梨麥本身就有點苦苦 苦乾的感覺會不會 就不會這樣不會 加上配上去 真的很好吃 所以可以做很多的 放冰箱裡面有沒有 對啊 就是要吃加熱一下 這樣就好 今天出的題目就是要請教大家 我們用的三種機能性的食材 做做料理是什麼 趕快寫在FB分享出去 我們送給你這本好書 那麼讓我們吃在地 然後知道新的機能性的食材 怎麼好好的來運用 糙米呢 日本人就是常常講 它就是玄米 所以你會喝到一些什麼玄米 其實它就是糙米 糙米糙對不對 糙米呢 可以說是我們台灣 研究最透徹的一個作物了 對 我們台灣每年大概 生產100萬公噸以上 在那邊面積最大 然後呢 我們糧食雖然說自己力不足 可是事實上是 我們吃很多小麥食品 我們的稻米是綽綽有餘的 而且我們的產量真的很高 我們每瓶 就是每公頃的產量 這個高到七八公噸都有 那其實我們現在策略是 希望精緻化 精緻化就是不要再去生產 一般的稻米 我們要生產這些 具有機能性的米食了 過去我們每一個人 平均吃了100公斤的米 可是現在已經低到50 因為都吃太多麵包了 或其他的加工食品 對不對 所以主食米的好 反而忽略了 對 那過去我們農政單位 研究的第一個產量高 後來現在已經不做產量 接著呢 就研究要吃的好吃 就是糧直米 所以我們有推廣糧直米 以前是說要吃肉 現在吃好 現在是要吃健康 對 所以要特別再去強調 它的機能性就對了 所以這邊都是有機能的 那這個是我們嘉義分所 特別育成的 像第一個 這個 紅糯米 對 紅糯米台濃26號 它其實紅糯米跟紫糯米 都一樣是有色米 那有色米呢 其實是在這個基因座上面 有兩個基因座 在控制他們的外表性狀 那是隨著這個花心素的累積呢 會造成不同的顏色 像這個紅糯米就是紅色 其實花心素是量少一點 這個是紅色黑大斑的 也是啊 對 講得對 是這樣嗎 所以看到這個紫 事實上這整個 看起來已經是黑色了 黑色 所以是紫的發黑了 對 所以這裡面就是富含花 所以老師它也算是糙米嘛 對不對 因為他們就是把 只有把殼脫掉而已 對 現在紅糯米或者紫糯米 它就是用這個 外面這個古粉層 或者是虎粉層 事實上就是最營養的地方 也是所有的糙米最營養 所有的米 只是白米就是把 這個最營養把它拿掉了 這太可惜 現在這個超市有在賣 是發芽的耶 跟沒有發芽的糙米 很多農會也在賣耶 是發芽能量比較好啊 對 它那個gaba的那個什麼 含量會比較高 會增加的比較多 那這樣會不會建議大家 要買發芽的呢 是嗎 當然啊 那它加工過了 所以就會變貴 是 但是 經濟許可 老師還是會比較建議 就是說是買發芽 是嗎 有個疑問 就是那個什麼 它一定要先到10號嗎 但這個是 它是比較屬於DGI的 這很重要耶 對 對 那再加上它有發芽過了 這個效果就更好了 自己在家發 你發過嗎 你有沒有 我知道你很發 但是你有發過那個米嗎 我有發過 可是我很擔心 每天都會擔心 它的溫度要控制得很好 對 對 所以現在還是交給專業好了 對 OK 好 台農78號聚胚米呢 其實這四個米 這五個中米 都是我們的吳永培 吳博士 他所研發的 其實這些每一個米 都要十幾年的 這一個育成時間 點秀育成耶 對 所以每個都非常珍貴 那聚胚米呢 立立皆辛苦 真的 真的要珍惜耶 就是它有比較大的這個胚 胚的部分 其實是最營養的地方 可是這樣聽起來 聚胚米好像吃起來 會很營養的感覺 光是這個名字取得就很好 對 你只要不要胖就好 但只要營養夠 就是就聚胚 對 它真的比較營養嗎 就是因為它最營養的地方 就在胚的部分 對 一個米 你看那個吃白米的部分 其實它都是澱粉 非常高量的澱粉 OK 就是它是糙米 只脫了可 但是它的胚牙是比較豐富的 好 那黃金米又是什麼呢 好 黃金米事實上在國際上 也有一種黃金米 它是基因育成的 所以很多人反對 它其實是 原先的美液是要增加維生素A 然後讓一些貧苦的地區 就是不會因為這個問題 造成有視力的障礙等等的 可是被排斥 我們這個不一樣 我們這個黃金米呢 是用應該是天然的誘變方式 去把它研發出來 所以它這個裡面的色素呢 提供的功能就是 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抗氧化 OK 所以也就是有它的機能功效 特別鼓勵大家吃 好 那低蛋白米 好 其實稻米的蛋白質 含量大概7到9%左右 可是這樣子對於腎臟病人來說 還是長期是一個 所以剛才講的紅泥它屬於高蛋白的 如果有腎臟病變的人 可能就是很低 那這個呢 所以它會鹽巴蟲低蛋白米 對 就是針對於在 可能蛋白質色取比較過高的人 是好的 是 OK 那博士 這組這樣看著 你可不可以給大家建議 哪一個CP值最好的 對不對 你跑到我了 不會啦 台灣的米高 我覺得每樣最好 台灣的米高好 就是我可以買到什麼 經濟又失位子 沒有啊 還是混搭 混搭 混搭 對啦 彩色米 好 一起才對啦 彩色米就是CP最好的 博士說溫 然後我還會頸頭馬 對 這是混搭 我覺得混搭最棒 那自己怎麼混搭 對 那用哪些食材 食材可以分開 好 我們健康大樂廚 有請我們的李老師 好 今天我們用的就是發芽的糙米 發芽的糙米 對 就是利豆 我們再加一個五穀進來 就像剛剛博士所提到的 那我們要怎麼做 對 就五行米啦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五行粥了嘛 對 對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燒一鍋水 很簡單的燒一鍋水 大家都知道米在烹調行為上來講 如果我們把生米放下去煮了 時間可能會要久一點 對 那於是我們就先把它浸泡 也是一樣四個鐘頭 我們把這烏骨根莖類的東西 像烏骨類 我們都把它泡水 這樣子速度會比較快 我們把它泡了四個小時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把水沥掉 然後先去蒸 蒸的時候 我們就放一點點的水就好了 通常我們在泡它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說 泡它的營養會不會流失掉 那有一個方法 就是跟香菇跟蝦米都一樣 先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我們泡它 我們用一個比較深的容器 那麼水只要在它上面的一點點 表示每一個是浸在水裡面濕潤的 第一個水分不會多 第二個養分不會流失 對 我們當然第一步的工作很簡單 我們就把這個薑拿來以後 我們就把它切片 好 這個時候切大片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把它撈起來的 好 那我們很快的就丟到水裡面去了 讓它熬煮一下子 排骨肉丟進去 有些人說 丟排骨肉之前要汆燙一下 這個也無法 我們可以汆燙一下 再來去把它丟到裡面熬煮 今天我們為什麼用綠豆 其實我們在夏天也好 冬天也好 我們用綠豆 都是一個不錯的食材 把它煮下去 等一下我們在喝粥的時候 它除了有排骨的香氣以外 它還會有一種淡淡的綠豆香 我們蒸的時間抓得剛剛好 也是用蒸的 用蒸的 蒸的出來 全部都用蒸的 稍微開一點點 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們在裡面烹調的時候 讓它再開一點點 OK 其實像骨類或是像綠豆 浸泡的時候讓它有點 就是浸泡一段時間的時候 讓它有點快要發來 它的營養程度再轉換會更好 對 這就是廚師跟學界結合的結果 太棒了 對 好 像這樣子我們煮了以後 把它煮開了 我們就把米先下鍋 在它裡面烹煮一下 因為它是已經熟的 所以煮的時間會很快 各位在家裡面 自己試做的時候 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的米飯蒸的程度 還有綠豆開的程度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調整 而且我覺得這一道當早餐 應該滿適合的 是 非常 而且也不油膩 因為早餐 我們到目前沒有滴半滴油 對啊 對 好 我們把綠豆也下去 像你竹廚這樣煮的話 它有蛋白質 然後它的米飯就有碳水化物 對 然後結果它的那個什麼 又是糙米 然後它綠豆的話 DGI對不對 就又有纖維 因為國人的普遍的那個纖維素 是不夠的 對 所以它這樣子就全方位 更全方位 好 那在熬煮過程呢 其實我們的博士 還幫我們今天做了一道點心 對不對 對 無論何時何地 我們台灣很多很多豐富的水果 要很多樣化 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把我們水上 手上有的這個茶葉 用茶葉包 我們就直接用600cc的水 去浸泡出來 浸泡出來之後 我們把它倒在鍋子裡面 有它的茶湯的顏色 我們就把它倒在鍋子裡面 對 然後我們開火就把它煮 接下來我們就用糖 好 加一點糖 我們是用純天然的這個 那個所謂的菜鹽 洋菜 洋菜 洋菜粉 對 就是這個洋菜粉 對 一個技巧就是把它兩個混合 要先混合 是喔 對 這樣子等一下我們下鍋的時候 就不會結塊 我們把它這樣子混合一下 對 對 就是這個動作而已 對啊 我們就少了這個動作 對 煮得不好 所以要這樣子混在一起 對 混在一起 對 它就會跟著糖顆粒 這樣子均勻的在茶湯裡面 它就不會一塊一塊的 對 這個就是一個小技巧 然後 動物丁對不對 對 我們的水 就讓它流動 只要流動之後 然後你就這樣徐徐的倒下去 趕快看這技術 這樣子慢慢下去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 準備任何的容器都可以 這樣就好了 很輕鬆 好簡單喔 對啊 茶凍色 這麼簡單 這麼的輕鬆 我們就把它裝起來 這樣放在家裡面 夏天冬天都沒有關係 我們隨時都可以來上一杯 清涼可口的點心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選擇 你今天如果說 家裡面有小朋友 特別喜歡愛吃這些東西 就把它放一點進去 葡萄乾 葡萄乾 等一下就會出來 那你也可以選擇 要放進去去凍就對了 對 放進去一起凍 這個咧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放 蜜漬的 對 蜜漬的落審 好 我們就等時間 回來之後 我們就一起來品嘗囉 來吧